還沒收到我怎麼看 我怎麼知道有多 退伍軍人年金被砍 處分通知卻還沒寄到 這些老兵好無奈 不少人拿著存折 找提款機報到排隊查詢 你要告訴我們怎麼死的 到現在7月1號了 還沒有收到通知 國家對我們太好了 恨不得我們早點死了算了 國防部6月30 才匆忙寄出新版處分書 新制上路這天 退伍軍人根本來不及收到 20萬份處分書 再加上日前記錯 近6萬份 軍改光是有誤花費就破千萬 年改7月1號倉促上路 有人就在網路上串聯 發起不消費運動 抵制政府 我只是直接感受的話 就是買機油變比較少 我不知道是不是年輕改革的問題 貴的菜就不買了 就買這一點 以前就買的比較多 我只有買100塊錢一堆 100塊錢一堆這種東西 當然不剛才也太貴了 手頭緊縮 退休老師逛菜場 就算想買也不敢買 政府即將面臨的 是排山倒海的訴願申請 確實在這個大安文山 這樣的一個傳統公教區 引發很大的爭議 其實大部分都在求助我們 就是說這個訴願要怎麼寫 現在就會有很多 多餘的社會成本 即將要發生 程序部粗估 提出訴願的退休公教 將超過3萬人 退伍軍人更是高達8萬人 復審機制至少得拖兩年 所以結實的背後 行政訴訟的漫漫長路 才剛要開始 這位小國王軍台北報導